我们再看看审计沟通的内容 这一部分的内容在考试里面 主要是以客观体的形式来考核 首先我们来看看与治理层的沟通 应试指南里面单选题第二题 下列各项中注册管机应当以书面形式 与治理层沟通的事 我们知道以书面形式沟通的 只有两种情况教材里面明确写到的 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以及有关注册管机的独立性 是应当书面沟通的 这是一个经常的考点 所以呢像这样的题我们直接就看 哪一个是我们看到C 就注册管机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这就是我们要选的 其他的都没有说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书面沟通 你像A 被行当为管理层对 注册管机执行的审计工作的范围 实际上的限制 这个我们应当沟通 在审计中发现了一些重大问题 我们应当沟通 没有说一定要做书面沟通 你可以这个口头沟通 当然一般重大的问题 我们要求书面沟通 但是准则跟你明确规定的 要书面沟通的是什么 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以及对于上市实体审计的有关注册管机的独立性的问题 应当做书面沟通 好我们看选项B 注册管机识别出的可能导致对被行当为持续进行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和情况 这个事项和情况也是要与这个应当与治理层沟通的 但是不是书面沟通 所以这两个都是应当沟通的 是不是 注册管机识别出的管理层未向注册管机披露的重大观念方交易 这是重大的观念方交易 我们呢也是应当沟通 是吧 应当沟通 但是呢 不见得一定要有书面沟通的形式 所以这个 以书面沟通形式的 在考试里面经常会考到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看 单选题 第五题 关于注册管机识与被行当为治理层的沟通中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对于治理层沟通事项应当事先与管理层讨论 我们说与治理层沟通事项 我们通常与管理层进行讨论 那有一些是不宜与管理层进行沟通的 哪些事项是不宜与管理层沟通啊 涉及到管理层的诚信的问题 以及涉及到管理层胜论能力的问题 这些是不能与管理层沟通的 要看具体的情况 那说应当这就太绝对了啊 这太绝对了 是不是啊 这个不是应当 就是说通常情况下 事先应该与管理层沟通 我们看选项B 对于涉及5B等敏感信息的沟通 应当避免书面记录 这个5B这样信息 不是说我们应当避免书面沟通 尽量的我们要采用书面沟通 尽量采用书面沟通 应当避免书面沟通 这个不太正确 所以与自理层沟通的书面记录 是一项审计证据 所有权属于会计师事务所 这相当于一个工作底稿 沟通的这个书面沟通 它是工作底稿 所有权是属于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表述是对的 如果注册会计 应自理层的要求 向第三方提供 为自理层编制的书面沟通文件的副本 注册会计是有责任 向第三方解释 其在使用中产生的疑虑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书面沟通的文件 它属于所有权属于会计师事务所的 它的目的是与自理层沟通 是不提供给第三方 不提供给第三方 所以是没有责任向第三方来解释 所以这个表述的是不恰当的 我们看看解释 在与自理层沟通某些事项之前 注册管制可能就这些事项 与管理层经讨论 除非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 所以有些事项可以事先与管理层经讨论 一般通常先与管理层经讨论 对于涉及5B的敏感信息的 因为性质比较重要 通常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沟通 并予以记录 自理层可能希望向第三方提供注册会计师 书面沟通文件的副本 在某些情况下 向第三方披露 书面沟通文件可能是违法和不适当的 在向第三方提供为自理层编制的书面沟通文件时 在书面沟通文件中要做出声明 就是说我们注册管制师为了防止 背景那位把这个文件提供给第三方 我们要在书面沟通中 在书面文件中要说明 告知第三方这些书面沟通文件不是为他们编制的 因为他是什么我们是为自理层编制的 是为自理层编制的 可能的这些文件非常重要 但是注册客人没有责任向第三方解释其使用中产生的疑问 再看应试指南里面的单选题第六题 在下列事项中注册管制通常不应于自理层沟通的事 管理层不愿意按照要求被被审计单位持续进行能力做出评估 这个是审计中出现的问题 你应当做评估 你管理层不愿意评估 那我就只有告知你自理层了 所以这个是应当沟通的 注册管制对应收账管进行含证的样本量有限 而管理层不愿意承担注册管制未实施足够审计程序的责任 谁来承担这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责任呢 是注册管制式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这个不应该沟通 在审计报告中 你增加强调式样段 有关审计报告 这个是应当与自理层沟通的 在初期报告之前应当与自理层沟通 这是应当沟通的 重要性的概念 这是重要性的概念 不是具体的重要性的水平 我们一般就省计的范围时间安排的总理情况 我们在一般在初步业务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 一般都要与这个自理层进行沟通 所以这沟通的都是一些什么 概念性的问题 不是具体的你的省计安排 所以这个呢包括重要性呢 我们都是做什么概念上的沟通 所以这个呢 第一呢也是应当沟通的 不应当沟通的就是我们的选项B 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是注册管理师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的第八题 单选题第八题 关于注册管理师与自理层的沟通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在上市公司审计中沟通独立性的问题 沟通对象最好是背景那位治理结构中有权决定聘认解聘注册管理师组织和人员 这个是什么我们有关独立性的问题的沟通对象 这是要重点要记忆的啊 有关独立性的问题 就是谁有权决定聘认解聘注册管理师的 我们与他进行沟通 并且要做什么沟通啊 书面沟通 选项B 在与自理层沟通时 注册管理师需要保持职业谨慎 不能沟通重要性 能不能可以沟通重要性的概念呢 做概念的沟通啊 所以这个呢 这个表述了不正确 像自理层沟提供审计业务约定书 也是沟通的方式之一 我们告诉他 你有哪些责任呢 是吧 这个等等这些都是 我们可能在审计业务约定书里面的约定 不充分的双向沟通 可能意味着令人不满意的控制环境 影响注册管理师对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 所以呢 如果沟通不充分有可能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审计方位受到一定限制 你要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D呢也是对的 所以呢下列说法中错误的就是选项B了 注册管理师可以在 可以在与自理层讨论中审计的重要性的运用 但不宜沟通重要性水平的一些具体的金额 如果说沟通重要性水平那就告诉了具体金额 沟通重要性那可以啊 所以说沟通重要性水平也是不对的啊 是吧如果说沟通重要性水平 他不写具体金额 就沟通重要性水平 那水平就是 量方面的一个要求 一般都是具体的金额 我们再看应试指南单选题第十题 下列关于沟通对象的说法中不恰当的是 有关注册管理师独立性的问题 其沟通对象最好是 被使用那位治理结构中有权决定聘论 解聘注册策策组织和人员 这个是对的吧 如果注册管理师无法清楚的识别适当的沟通对象 被使用那位也没有指定适当的沟通对象 注册管理师应当尽早的与审计委托人商店沟通对象 并呢把这个商店的内容呢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这个 也是对的 针对 同一家被使用单位 前后任注册管理师确定的适当的沟通对象是相同的 我们前任注册管理师与治理生沟通的对象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跟 后任注册管理师沟通的 对象是一样的吗 他根据被使用单位 他的组织结构的变化 能源的变化 那 他的工作安排的变化不同的事项 可能呢 他会沟通的对象的可能会一定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呢 这个被使用单位他沟通对象只要是我们一般来说啊只要是 今年跟上一年沟通这个是一样的不管是沟通对象还是省级是一样的 很绝对的那就是错的 在做省级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个是吧凡是和商量度应该保持一致的 那基本上都是错的 通常注册管理师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全部的沟通事项 与整理层 与治理层 及整体沟通 与治理层做整体沟通一般都是与 董事会呀 股东大会做沟通 这是一般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对的 所以错误的不恰当的就是c 即使同一家被行单位 由于组织形式的变化 章程的修改 或者其他方面的变动 可能是适当的沟通对象呢 会发生一定的变动 他的职责 每个部门呢 能源的职责责任呢 可能发生了变动 所以 你沟通的事项 那也会发生变动 再看印试指南的 单选题第九题 如果注册款式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不充分 并且这种情况得不到解决 下列有关注册款式采取的措施中 错误的是 A 根据 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 发表 无保留意间 非无保留意间 或者增加其他摄像端 我们说了 如果双向沟通不充分 就相当于省级范围受到限制 因为这是必须要沟通的是吧 省级范围受到限制 所以 我们根据省级范围受到限制应该发表 非无保留意间 就是保留意间 或者是无法表示意间 这里呢 说增加 其他事项的 这个 不恰当 所以后面的没有这个 这个呢 错误 就采取了不同措施的后果要征询法律意见 由来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你可能要解除业务约定 或者呢 与备行单位 在治理结构中拥有更高权力的组织 和人员进行沟通 就说你要 采用这些措施的时候 你要什么 征询法律意见 所以这BCD呢 表示了 是正确的 那么 A就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 如果是 注册或是与治理层之间的双向沟通不充分 且这种问题得不到解决 注册或是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根据 范围受到限制的 情况那发表非无法的意见 这就 发表非无法的意见因为省级范围受到限制嘛 是不是 就 采取不同措施的后果征询法律意见 实际上就是这些 这个 你采取措施要征询法律意见 你可以可以与第三方 包括监管机构 以及背信到外部治理结构中 拥有更高权力的组织和能源 或者有他的业主啊有他大股东啊 都可以是吧 或者 公共部门负责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在法律法规拥起情况下解除业务约定 这个呢 了解一下 我们在看印试指南里面的多选题 第一题 下列情况中 注册管机应当与背信到外 治理层沟通的有 应当沟通的 管理层未能实施控制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这个没有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管理层未能实施控制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这是一种什么 这个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对于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并且来做书面沟通 是不是 实施时针程序 发现背信到外没有识别处的重大错报 如果我们实施时针程序 没有发现 这个我们发现了这个错报 但是呢管理层 他没有发现这个错报 那说明 这个 管理层未能实施控制 以恰当应对 这相当于他是一个重大错报 这相当于呢 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内部控制出现了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这也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并且书面沟通 怀疑背信到外 存在故意和重大的违反法规行为 这故意和重大的 违反法规行为 这是应当什么 应当 与 治理层沟通的 发现 与管理方相关的重大事项 这是应当沟通的 这是也是应当沟通的 所以这都是 应当沟通的啊这是 在我们教杀的各个地方 都写到应当沟通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管理层未能实施控制 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 注册官司应当认为内部控制存在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 这个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就这个事项 是吧 如果实施程序 发现被行当外没有识别出重大错报 通常表明内部控制存在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把这些话多读两遍啊 如果根据判断认为需要沟通 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是故意和重大的 注册官司应当就此事项 尽快的 向治理层通报 向治理层通报就有沟通啊 如果怀疑违反法律法规行为 涉及到管理层和治理层 注册官司也应当向被行当外的审计委员会和监视会 以及更高 层级的 这个 机构呢去进行通报 这也是要与治理层 沟通这不过呢是以更高层级的治理层沟通这是涉及到管理层治理层 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 违反法规行为 除非治理层 全部参与管理备行当位 注册官司应当 与治理层 沟通审计工作中发现的与关联方 相关的一些重大事项 有助于 双方就这些事项的性质和解决办法达成公司 这个有关 关联方的 交易呀 以及关联方的 他识别关联方的什么 一些内部控制或者有些关联方他 备行当方他没有识别出来呀 那我们注册官司识别出来这些关联方啊 像这些都应当什么 这是 这个一些重大事项 那么应当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我们在看印试指南里面的多选地地试题 注册官司应当与治理层沟通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看夏天是不是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注册官司对被审计单位 会计实务 包括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财务外表的披露 这些重大方面的质量的看法 这种 这个都是 包括质量的看法 作为 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吗 贝斯尼大外管理层在提供审计所需 信息时 出现严重的拖延 这相当于你的审计范位受到限制 也是在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他不仅是发现 他什么 出现 是不是也包括出现 你不要说是发现的啊 包括出现的 所以呢 这也是 应当包括的 与管理层讨论 需要书面沟通的审计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这些重大事项 是不是 与管理层讨论的 与管理层讨论 并且书面沟通的书面沟通证明这个事项都很重大 以及 注册关系要求提供了书面声明 你看要求 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 是不是 这些 都属于重大事项 这审计过程中出现了你发现了 某一个重大的会计处理啊 包括管理层呢 假设有错吧他不愿意调整啊 你要求 管理层出去声明 声明这个 你为什么不调整的理由 并且呢 说明了对财务报道的 影响 是否重大 要求什么 要求他提供声明 这个都我们应当 都属于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影响审计报告的形式和内容 有关审计报告 包括审计报告 包括你的要加哪些段落 我们所有的审计报告 都应当与治理层做沟通 特别是非无法利监 再加什么 再加其他一些段落的 包括关键审计事项 包括你为什么 假设没有关键审计事项 那你也应当与治理层进沟通 所以这都是在审计过程中的 一些问题 所以ABCD 都是的是吧 这是 我们刚才说的 他不是发现的问题 选项B属于审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属于 审计中出现的问题也属于 我们在这里的教材里面叫做 与治理层沟通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我们再看看前后轮注册款式沟通 这个呢 首先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前任注册款式什么是后任注册款式 这是第1个 第2 沟通的一些总的要求 第3 就是 接受委托前的沟通的要点 第4呢 接受委托后的沟通要点 第5呢 就是在审计中发现了 前任注册款式的 没有发现的错报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是5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 应试指南里面单选的第11题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前任注册款式的事 对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 但未完成审计工作的 其他会计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首先我们要注意啊 前后轮注册款式一定是包括什么 是其他会计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如果是本事务所的 注册款式不属于前后轮注册款式 他是对本期审计 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 单位完成审计工作也属于什么 前任注册款式 对商机财务外表 实行审计的 其他会计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这也是前任注册款式 对商机财务外表实行审阅的 工作的其他会计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如果审阅的 那不属于 前后轮注册款式的范畴 我们的前后轮仅限于什么 审计业务 所以这个呢 他不属于 对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 出具了审计报告的 其他会计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可能要求我们提供第2次意见 是吧 其他事务所对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 出具了报告 那么背行当外呢 他委托人可能对审计 不太满意 请我呢 出去第2次 第2审计意见 这也属于 这个前任注册款式 所以这属于前任注册款式的范畴 不属于前任注册款式的 这是选项C了 前任注册款式是指为上级财务外表出具了审计报告 以及在接受委托之后 以及之后接受委托 对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 单位完成审计工作的所有其他事务所的注册款式 这么两种情况 这么两种情况 是不是 为上级财务外表出去审计 再接受委托之后在本期财务外表进行审计单位完成审计 为完成工作的注册款式 如果上级财务外表经经过代编和审计 执行代编和审计的注册款式不能失败前任注册款式 我们再看印试指南里面的单选的第12题 在接受委托前 下列有关后任注册款式与前任注册款式沟通的说法中 不恰当的是 沟通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这是接受委托之前 目的是确定是否接受委托 这是对的吧 一般只有与前任注册款式直接沟通 才有可能 了解 更换事务所的真实的原因 这是的 背刑那位跟你解释原因可能不太真实 所以这个是对的 如果前任注册款式提供的信息 与背刑那位提供的更换事务所的原因不敷 后任注册款式应当谨慎的考虑 是否接受委托 这个考虑是否接受委托 如果听不听说不接受委托那也不对啊 获取有关七处余额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在接受委托之前的沟通 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啊 那是接受委托之后 我们呢 与前任注册款式沟通利用他的工作底稿 来获取有关七处余额的 这个审计证据 所以呢 这个选项D呢 那是接受委托之后的 我们沟通的目的之一 所以呢 这个选项D的是 接受委托后 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看应试指南单选题第15题 下列有关前后论注册款式沟通的总体要求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后论注册款式负责 负有主动沟通的义务 这是后论注册款式发起 是吗 主动沟通的义务 前后论注册款式沟通 需要真的被审计单位的同意 一定要真的被审计单位同意啊 诸面同意 前后论注册款式应当对沟通过程中 获知的信息保密 都要保密 前后论注册款式沟通可以采用书面的 和口头形式 其中接受委托前的沟通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接受委托前的沟通是采用询问的形式 是不是 采用询问的形式 他说这后面就不对了啊 这是呢 采用询问的形式 一般啊 是采用询问 那就口头形式了 那就口头形式 这里面呢 所以呢 这个表述不对 还有一点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啊 就是 我们沟通的记录 这里我们准则 只要求 只要求 后论注册款式记录了啊 如果说 前后前后论注册款式都应该在工作底稿中记录 那就不对 那前论注册款式可以记录 他记录没问题 但是我们准则 说的是什么 只有后论注册款式应当 这个 来记录这个沟通的内容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呢 我们呢对于沟通的记录呢 他的一个 要求 所以呢 现在准则的只要求后论注册款式应当记录 没有对前论注册款式做出要求 接受委托前的沟通可以采用书面形式 也可以采用什么 口头形式 一般是采用呢 这个 口头询问的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再看印试指南里面的 单选题第17题 下列关于接受委托之后 后论注册款式使用前论注册款式工作底稿的说法中不恰当的是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前论注册款式工作底稿 是想为期出余额 获取冲份式当的审计证据 他问 不恰当的 无需在审计报告中 特别提及比较数据 一般情况下啊 是不要提及的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不是单独对 比较数据来发表审计一线 但是呢 如果这个比较数据有错报影响到产业报表 这时候可能会提及 所以他这里说 无需在审计报告中特别提及 是吧 这个就是 对的啊 如果说无需提及 那就是错的了 所以无需特别提及 这个是对的吧 这是表述是对的啊 无需特别提及不是说无需提及 如果还有错报那我们肯定要提及 是不是 无需对期出余额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我们说 无需专门对期出余额来发表审计意见 不是说不对期出余额来实施审计 那就不对了 那不对我们这个 利用了还工作提稿之后我们还可能什么 还要去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不能说你 直接利用前任注册官司工作提稿 那也不对啊 所以呢这个不恰当 查阅前任注册官司工作提稿 可能会影响后任注册官司关于期出余额省计的 性质 省计程序性质时间范围 和安排 是不是 这个我刚才说了我们 可以利用前任注册官司工作 还可能会影响到什么我们的期出余额可能还要实施其他的程序 所以这实际上是对地币的一个补充 查阅前任注册官司工作提稿 可能会影响后任注册官司关于会计政策的 一贯性的 运用的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对一贯性 对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对余额的审查都是我们在期出余额审计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都是可以先利用 前任注册官司工作提稿 然后呢我们要什么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包括他的余额 增加余额和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我们都要 获取了 实施审计程序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所以会影响的 所以呢 表述不恰当的就是选项B了 注册官司应当在期出余额 对本期期出余额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是吧你即使利用了 前任注册官司工作提稿 并考虑相关审计结论 你就 对所省财务 发表了审计意见的影响 我们再看印试指南里面的多选题第7题 下列关于前后任注册官司沟通的说法中 错误的有 问错误的有 后任注册官司在接受委托之前 与前任注册官司沟通 应当真的被审计单位的同意 这是对的吧 并且如果说 应当真的被审计单位的书面同意 也可以啊也是对的啊 也是对的 是不是 在接受委托之前 后任注册官司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与前任注册官司进行沟通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采用询问的方式 那一般情况下是采用口头询问 当然呢 也可以采用书面询问 他说应当 应当 我们说可以 可以是不是 这个呢 不恰当 这是不恰当的 如果需要查阅前任注册官司审计工作提稿 后任注册官司是不必真的被警察同意 一定要真的被警察同意 这是沟通的前提条件 在接受委托前和接受委托之后 后任注册官司均应当与前任注册官司沟通 均应当与前任注册官司接受委托前 是必须的 接受委托后呢 你想利用他的工作提稿 那可以了 考虑 来 与前任注册官司沟通 所以呢这个D呢不正确 错误的有 就是BCD 应试指南里面多选题第八题 下列关于后任注册官司发现前任注册官司审计的财务报表 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也就是说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发现前任注册官司 他审计过财务报表有重大错报前任注册官司没有发现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如果发现前任注册官司审计的财务报表 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后任注册官司应当直接告知前任注册官司吗 我们应当告知管理层 由管理层告知前任注册官司 应当直接告知 那不对 应当告知什么 管理层由管理层 告知前任注册官司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发现前任注册官司审计的财务报表 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后任注册官司应当提请背景单位告知前任注册官司 这就是 对上面的一个否定 所以这算是对的 选项C 后任注册官司应当要求背景单位 安排三方会谈 是不是应当要求安排三方会谈呢 是不是一定要有 那不见得必要时 安排三方会谈 所以这个 表述不正确不是说 只要是发现重大错报 那就一定要做三方会谈 那肯定这个问题非常重大 你有必要 所以呢 他这个呢表述不正确 如果背景单位拒绝告知前任注册官司 或者呢 前任注册官司拒绝参加三方会谈 或者后任注册官司 对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满意 后任注册官司应当考虑 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或者解除业务约定 这是呢 对的 所以呢 这个呢 他错误的呢 就是 这个 A和C 我们看这里 必要时后任注册官司应当要求背景那位 安排三方会谈 所以呢 他不是说一定了啊 不是一定 他有一个 条件要靠注册官司自己来判断 启咯 是吗 都可以说 我一直在线质 是吗 再次